我们今天真的是迎来了一个大腕 我们欢迎来自大好时光剧组的小陈 小陈你好 小陈你好 在电视剧中 王小陈饰演的女主角毛小春 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汉子 痛哭不丢人 这晚上你干了些什么你知道吗 你刚出完就把我摁在前面抢问我 咱俩还接吻了 你帮我霸带你个臭臭发 你快等着 你报警 看完片花 你一定对剧中那个大大咧咧的女汉子印象深刻 不过今天 女汉子居然说要亲自下厨 这样先把你的菜名报出来吓一下大家 第一道菜呢是火山飞雪 什么火山飞雪 听听这菜名多霸气 咱们来看看食材 什么就三只番茄啊 没开玩笑吧 您能猜出来这是什么菜吗 来看看王大厨 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只见他先将烫过皮的番茄大些八块 然后摆回盘中 最后再在顶上撒了一层白糖 哦了一个神啊 原来就是一道糖拌番茄啊 第二道菜名是什么 碎碎平安 各位看官 您能猜到这道菜的模样吗 算了我们来揭晓一下吧 我们镜头往下一点好不好 我真的实在也不知道怎么 为什么两根黄瓜就跟碎碎平安有关系了 小生跟大家解释一下 等一下先跟我把它碾碎 先碾碎 有一个碎 你是打算拍黄瓜吧 这是是吧 平常拍黄瓜就是这么拍的 对的 我今天放的呢有香油 醋 然后放一点点鸡精 然后放一点点盐 如果您想保持身材 拥有王大厨般的动人身段 这道凉拌黄瓜 碎碎平安一定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不过咱们王大厨说还没过瘾呢 据说前面两道菜都是开胃小菜 根本就吃不饱 他还有一样看家本领 准备大显身手 那就是 饺子皮 猪肉馅 难不成只要包饺子 是山东人是吧 对 但今天这个饺子皮 其实感的还是比较小的 想问一下就是在山东的饺子 和到了南方之后 我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北方的饺子是百折的 然后我在拍大好时光的过程当中 我学会了包南方的饺子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在戏里边学的 对 放馅料捏褶子 拍完黄瓜的女汉子 原来也有细腻的一面 这会儿包起饺子来 还真是有模有样啊 是它的这个形状 就有点像小馄饨 包出来的这个样子 还是很秀气的 从小我比较挑食 然后我妈妈给我吃馒头啊 面食啊 青岛都是吃面食 然后或者给我吃肉 我不能闻到肉味 一闻到肉味我就放饿去 然后小的时候 我妈妈给 比如说给我一块馒头 因为必须要吃主食嘛 给了我一块馒头 然后我就在大腿上 搓搓搓搓搓 然后我妈一瞪眼 我就塞在嘴里 上厕所我就吐了 想不到如今 华丽百倍的银瓶女神 在小时候 还是一个调皮的捣蛋鬼 让父母一点都不省心呢 其实你在戏里扮演的角色 就是跟我本人今天见到 你感觉反差白大的 就你戏里是比较属于那种 应该叫什么 现在比较流行 女汉子类型的 我生活当中不太爱说话 因为起场的时候 小春的男朋友劈腿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女孩子 遭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不太理智的 而且是看谁都不顺眼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 马晓春为什么一出场的时候 她是一个这样的性格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从人物 从戏出发 就是她遭遇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会那么大气的说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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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演员 王小辰以专业认真的好口碑 逐渐迎来了观众们的认可 那么今天的亲自下厨 王大厨的手艺究竟如何呢 刚才三道菜端上来之前 你还没有尝之前 我看王老师一直在这里笑 为什么笑呢 因为小辰呢 是真的是拍大好时光 以后才学会包饺子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还有一个他太小字了 什么雪山飞湖啊 不是雪山飞湖啊 就火山飞雪啊 岁岁平安 是不是到上海来 他的整个气质都变了 今天这个饺子的味道 你觉得 饺子的味道非常好 因为那个料拌的不咸不淡 这个挺好的 还有一个皮子挺有韧气 那其实现在的大好时光 也是在咱们这个东方卫视的热播 这样王老师 您再代表大好时光剧组 再送上一点祝福 一个呢 祝大好时光收视长虹 另外一个呢 祝看人气美食的所有的朋友们 迎来你生命里的大好时光 哇 那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 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 像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一样 大好时光啊 能够开开心心的 人气美食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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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